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我剪坏掉了 我自己剪的 哦 有人来了 嗨 晚安 这个灯会不会很诡异 会不会很像鬼 我是夜猫子 对啊 你嘞 你们也没睡 还敢骂我夜猫子 看一下是这样子好呢 灯光 哦 还是 比如说我把灯照墙壁 这样子好 你们觉得呢 嗯 听你们的意见 这样会不会比较不刺眼 我怎么还没有睡啊 我刚刚在练唱 有人说我的刘海很美 我刘海剪坏了 我自己拿剪刀这样剪这样剪就把它剪坏了 有什么要讲的 灯很棒吗 这么暗可以吗 暗的好还是亮的好 刚刚刚有这么亮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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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不会很像鬼 如果你们不介意那就这样好了 不会诡异 不过刚刚看完鬼片 你们看什么鬼片 来告诉我 分享一下 我没有要夜长 三天半夜不要吓人 晚上唱歌 我戴耳机 就是我唱那个我只有自己听见 小小声唱也蛮有效果的 我的发饰很好看吗 我下个礼拜三又要去做了 到时候就会把这个 bling bling的弄掉 我会换一下各种发饰 不要那么亮会影响睡眠 会影响你们的睡眠是吗 好 那我 等一下 哎呦 这是我的房间 好久没有看到了 这是我的枕头 差一点被你们看到了 一目雾雾的吗 是不是因为 那个 网速不佳 李明毅说 说什么都好 就是不要唱 你真的很坏耶 好啦 我不唱啦 第一集 有人在追剧 然后中场休息 发现我在直播 是吗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今天有上通告 然后就有化妆 我只要化妆 我就舍不得卸掉 这样子 因为大部分时间 我不太上节目了嘛 所以 就经常 你看有一根毛飞过 就经常是没有上妆的状态 不然就是要直播 我就要自己化妆 那我就觉得有专业化妆师化 那我就要直播 我其实今天好累哦 今天我就 一整天都处于那种 非常吵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对我们固定性做的人来说 太吃力了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如果我们 置身于 很吵杂的环境 而且是我们不乐意的 就是我们想放空 我们就会 整个是处于呆滞状态 好 看一下 比平常年轻 因为 灯 我在我的房间直播 这个灯 这样直接打在我脸上 你们就会看不出来 光真的很重要 江玉泽说 我遇过的天蝎女 没什么心机 但天蝎男巨蟹女 狮子女心机却很重 为什么差那么多 我还真同意你的话 因为我觉得 像我们今天的那个 主题讲的就是 记恨这件事情 所有人马上就说 天蝎座 那现场的天蝎座就是我跟心美姐 我们两个都觉得自己挺冤枉的 因为我觉得天蝎座 第一个 你承不承认 天蝎座很 长得就很有威胁性 比如说长得就很容易被人家认为是坏人 有很多天蝎是这样子 你一看就觉得他不是好人 然后你就会 倾向于不相信他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天蝎 能力蛮强的 然后个性蛮强的 你就会觉得他很有威胁性 总而言之 有些天蝎浑身上下散发一种 令人不舒服的气息 那这个就会使人想欺负他 所以 但是呢 天蝎要记你的仇 那也得跟你有仇嘛 对不对 很多天蝎 如果你不是他感兴趣的人 他是对你很冷淡的 因为我们说天蝎爱恨分明嘛 他对你有感觉跟没感觉 那可是差很多 那如果他对你很冷淡 你又何来被他记恨 因为你们根本不会有关系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 你跟他发生一些关系 比如说他很喜欢你 他对你很好 你也接受了他的好 然后之后 让他觉得你背叛了他 或者是 你跟他想象中不一样 你欺骗了他 天蝎的那种 后座力就来了 可能就会让人很不舒服 好 哇 今天怎么了 双子座 这一周帮助人会被爱上 今天应验了真的吗 Kaden Kaden你 真的 呃 这一周 其实射手座也蛮有意思的 我有一个射手座的朋友 今天被告白 而且他以前都是被男生告白 他是女孩子 他都被男生告白 然后今天被一个女生告白 他虽然没有接受 但是 他觉得很有趣 他就分享给大家 有没有人被突然间的 对象告白 其实这很合理 因为射手座的武功 恋爱功是天王星 那 这个天王星 呃 你知道什么叫天王星 天王星就是 变 变 所以什么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人 因为改变了 改变了你 感应爱情能量的那个磁场 所以你可能会跟你以前没有接触过 过的领域 撞到 所以 也许 忽然间来一个很奇怪的对象 性向的改变是不是很奇怪的对象 一个 就是 然后 然后 也很可能你能够接受 年纪比你大 或年纪比你小 很多 那种 什么什么小正利利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案例组合 就是 蛤 怎么差30岁还能谈恋爱 那都是天王星在作祟 所以 所有的射手座 你们可能在感情上 太阳上升在说 你们在感情上很可能都有这一种 变 改变 好 大家都 三一半夜跟我聊起天来了 我没有越来越美了 我越来越胖 但是我知道我快要减肥 快要瘦 瘦下来了 而且啊 其实我是挫了一蛋的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土星不是在射手的尾巴 现在要退行了 已经退行了 他从27度开始退 他到时候会退退退退退到21度 然后再进进进进进进到年底 圣诞节的时候出去这样子 八月多的时候他会开始进 那你知道他一进 他就会开始逼近了我生命中的火星 那我那个火星我告诉你 我只要碰到我那个火星 我就是被整个死去活来 而且通常就是身体 体力劳动 我上一次是另外一个走大 走的那个大运的太阳河道那颗火星 然后因为是太阳 所以他是一个秀 他是一个秀出来 然后你知道我做了什么 就是拍减肥广告 然后为了拍那个减肥广告 因为那个运是一年嘛 我就要先瘦 然后最后又拍了一个 漂漂亮亮的瘦身广告 这样子 那那个瘦的过程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是各种折磨各种操 这样子 又要按摩 那个按摩是等于是破坏筋骨的那一种 然后又要三温暖 增气 泡澡 运动 爬山 骑 骑脚踏 真的好 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恐怖 然后就是 就是这颗火星害的啊 那我现在要土星压过那个火星了 所以我知道我又有任务了 所以今年就是我的减肥年 虽然我一直把减肥挂在嘴边 我从去年底到现在我胖了十公斤 十公斤 那这个十公斤是足以毁容的 可是OK我的脸还可以看 所以我就一直失去警戒心 你知道吗 但我整个人走出去是不能看的 所以各位 你们如果在一些我难得上的通告 看到我整尊 你们就会吓一跳 那所以减肥是在必然嘛 我不可能不减肥啊 不减肥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我又不能只靠脸 对不对 我要是要增加我工作的广度 我是不是就要 让自己360度无死角是最好的 所以的确我有这个健身的计划 那可能我自己看星盘就是 5月6月7月8月 这一路下去 而且要减得很结实 因为土星来了 他就是跟结实有关系 所以我很害怕 我讲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讲我很害怕 只有脸能看 对啦 虽然只有脸能看也不错了 好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因为我如果很靠近前面去看留言 我的脸就会很大 我不要 我看一下大家说的 丁丁丁丁 你说你永远记得我那个飞行伞的广告吗 我以前真的有飞耶 因为我是火射手 然后我的火木又有对分 所以我是一个很很向往飞的人 那你要我真的跑去飞了 这是行动上 然后心灵上我也很向往飞 所以我不喜欢被绑住 包括感情上也好 然后包括就是工作上也好 我跟金牌不是 他是我经纪人吗 我们的合作也是 没有硬性的规定 他就是让我很自由 所以我反而就乖乖的 所以你知道吗 虽然我不是射手座 但是我这个火星可以给大家参考 就是 如果你跟一个射手在一起 不要绑住他 他如果觉得在你身边自由自在 他就离不开你了 因为外面不见得有人能够让他这么自由自在 好 有人说 11点运动完睡不着 好多天蝎夜猫哦 我说过了我要说15分钟 现在已经12分钟了 没有啦就是睡觉前跟大家聊一聊 轻松一下 我今天 哦 袁美如说 你喜欢我的不单旅游文 我写两篇就没有再写了 真不好意思 但我觉得不单是一个好地方 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玩 嗯 怎么说呢 首先我觉得旅游品质很好的一点 是人不多 因为他们收费很昂贵 是国家在收这笔费用 嗯 那很那这就会增加那个旅游的 就是档次嘛 就是可能你同样的钱 你可以去玩更好的地方 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去 那因此呢 游客就不多了 但是有也因为你是有诚意来的 他收了你这个高额的价钱 你在里面你也会享受到就是 并不是很拥挤的一个状况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们是佛教国家 然后整个呃 地方的人民都很淳朴 那给散发出来的一种很祥和的气息 也会让我们很舒适 那他们的穿着 也是穿着他们的国服 就是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跟外面是有点隔离 可是其实他们并不是与世隔绝 他们也看电视 他们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他们也经历了很多自己内心小小的震荡 但是他们更爱他们自己的文化 那里面有非常的修行者 所以我在不丹旅行的时候 动不动就遇到法王 动不动就遇到佛佛 不要小看哦 他们虽然可能是很年轻的人 但是也许都是转世来的高僧 那我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也不是说你有什么名号 就能够正到我 我们是很有幸的跟那个有一个 敦诸法王 就是交谈了三次 我跟他太有缘了 那一次去布丹 我遇过他三次 一次是我们请求去他的法会 他让我们进了他休息的地方 然后第二次是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遇到他 我们就请求跟他合照 他也答应了 所以第三次干脆我们就到他住的地方拜访 那那一次我们就聊了 有两次我们都聊 各聊了一个多小时 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问题 我们那一团大概十个人嘛 然后提出问题让他回答 从他回答的话语 他其实才三十岁 但从他回答的话语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高僧 他是如此的从容 然后回答的话很有智慧 我心里在想如果我是他 然后我不是活佛 但我要演一个活佛的话 我一定紧张死了 但是他们就是很棒 然后而且英语很流利 所以有机会可以去布丹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我去布丹的时候 刚好是八仙城堡 然后那个时候 有感于这件事情 我一路上都在追踪 就是有看这方面的新闻 所以后来就有帮城堡的人 办了一场法会这样子 掏出了我身上的钱 所有的美金 那那一场法会之后 我就开始关注这个事情 算了不要讲这个 Anyway就是 包括后续我觉得 城堡的那些年轻人的死伤 就是当然你要说我们台湾医护人员非常棒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然后我们年轻人的生命力很强 这也是一定的 但是那个伤亡 你看有的烧壮到八九十趴 但是还活下来 好勇敢 而且好奇迹 对不对 所以我都觉得有明明中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念力 在互相帮忙 那个时候我们全部的人 全台湾的人都在祝福他们 我远在天边 我也深深的祝福 我觉得这是有力量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在那边说集气集气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 好 有人说老师你也该去卸妆了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也到了一个年纪 然后还可以化个妆 看起来好像很年轻 然后灯打一下 看起来很漂亮 你也会像我一样 舍不得不直播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时代对我好好 老师 老师隐形眼镜 不要戴这么久 我下午才开始戴 所以还好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婷宇说老师 星座和修情转世要看海王星吗 海王星座吗 海王星座的确管这个领域 还有双鱼座 还有我们的十二宫 那这几个宫位 通通都可以合餐 还有十二宫的守护心 所以你问到的 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 而且修行无所不在 修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 这个命和这个运 比如说剃个光头 然后去庙里面好好的修 有时候我们在人世间 也可以修行 比如说忍入就是一种修行 你在工作职场上 天天都在忍入 不是吗 或者是服务业的人 我觉得做服务业的人 也是天天都在修行啊 一天到晚遇到奥K 然后每天都要 经历那些莫名其妙的挑战 你以为修行是很舒服的吗 没有 只要你发心要修行 你就会经历魔考 所谓魔考就是 考验就会来找你 你告诉自己 我就是不要讲脏话 然后你就会开始 遇到很多 让你想讲脏话的事情 那就是魔考啊 因为你发了愿 因为你把这个心愿 放在心上 它变成一个 会闪闪发亮的东西 它就会让你也 对这件事很有感觉 那种感觉就跟你说 你要减肥 你就特别想吃 或特别容易饿 是一样的 然后平常你看到那些东西 你也不见得爱吃啊 但是等你减肥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要吃 是一样的道理 人世间是最难修的 没有错 所以 什么是修行呢 我们 更广义来说 我们现在每天每天都在修行啊 非常的考 老师 Joyce说 希望你和单身的人 都能够找到老来伴 老来伴有时候也不见得 是一个人 就是同一个伴 这么简单的事情 有时候一群朋友 也可以是很好的老来伴啊 我身边已经有非常多人 大家已经在相约 要住在一个自己弄的养老村 比如说找一个地方 然后一起雇用谁 然后来彼此互相照应 然后你住在我附近 我住在你附近这样 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初老的人 会去想的问题 因为老爷很快就来了 对我来说 我能够没有皱纹几年呢 有一天我脸上有皱纹了 眼袋也长出来了 我可能就会不想直播了 我就会相信我就老了 我认老了 我们现在还是比以前老得晚了 比以前老得晚 以前五十几岁应该就是阿嬷级的 对不对 已经有孙女了 然后看起来也是一个老玉 五旬老玉 但现在五十几岁也可以 还是很有少女心 所以我们这一代是这样 到你们那一代说不定到六十岁 还是看起来年轻 不得了 尤其现在科技很发达 所以不用担心 好朋友也是扮像黄金女郎一样 没有错 因为今天我才被访问一件事情 就是 现在女性大概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面临人生关卡 因为你有生育上的限制 你有生理上的限制 就是你的软巢再不用 你如果再不赶快生 你就是高龄产妇 所以 我的子宫跟软巢 现在在我身上就是一个配备而已 他没有被好好的使用过 这样知道吗 我没有用它来生儿育女 所以 那个关卡大概就是三十七八岁吧 三十七八岁 因为那个时候你如果再不赶快找一个人结婚 再不赶快 因为结婚再生小孩感觉是一个比较规矩的过程 那可是 我要走这条路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算我想走这条路 我也得找到对象啊 我找得到吗 所以尤其是 你不成功了就算了 还是很成功那就更糟糕 更难找 到底要找谁呢 找一个跟你一样成功的人 他干嘛受我们的气呢 他干嘛忍耐我们 已经比较老的 卵巢 帮他生一个不那么健康的小孩 他可以有条件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啊 那女生因为是负责担负起生育的那一方 所以我们别无选择 我到了五十岁 我事业成功了 我也很想找个人帮我生啊 但是有可能吗 没有可能啊 我就没有精子啊 我的身体能生 但是已经不能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有我的下一代 所以这个部分男生还是比较占便宜 我觉得 因为你们可以配年轻的女生啊 像郭富城 对不起我 我怎么了 对啊 郭富城的粉丝 我认识一个郭富城的自身粉丝 他都快崩溃了 他说不是 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偶像结婚 我们是不能接受偶像的眼光 就是他怎么会 呃 是喜欢那样的女的女孩 他应该找一个跟他匹配的 我说你错错错错错错 他找一个跟他什么 一样是天王巨星的女孩好了 那人家也有事业啊 人家可不会为他全新的奉献 到了这样成功的男性来说 他要找的是能为他全新奉献 对不对 赶快帮他多生几个小孩 然后全心全意在家带 不要有事业心 所以很抱歉 他就是要选这样的女孩 这很合理啦 啊 负负成吃幼稚的 不过男生不都这样吗 青春谁不喜欢 青春就是也不用灯光 到哪里拍都漂亮 对 女人不一定要生 林明说的 对啊 所以现在女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挣扎 大概在三十五岁以后 到三十七八岁 这个关键时刻 你要想清楚 你要走哪一条路 要生就快点生 不生 那就好好的专心打拼你的事业 追求你的自我 好 有人问我 哎呀真的很有感 好 而且男生的更年期比较晚 是吗 女生的更年期来的比较早 其实我觉得 这是对女生的一个祝福 我是说真的 因为女生比较重感情 女生比男生在感情里面 受伤的机遇是比较高的 看不开啦 卡住啦 所以如果让女生的更年期 很晚很晚很晚才到 比如说到七八十岁 那你到七八十岁都还可能要为情所苦 是不是这样子 还不如早一点让你到一个更年期 那你 当然也不代表说你的心就死了 而是说某种程度 你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受到生理上的一个控制 嗯 而且生儿育女不是一件 很简单 或者是没压力的事情 所以 在一个年龄段 OK 你可以不用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对女性的一个祝福 好 要把它往这个方向看 好 女生比较慢死 女生比较长寿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 嗯 其实阴性的力量 现在很当道 是女性在推动的 是 女性 女力正在提升当中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女人的力量 不要小看我们女人的智慧 不要小看阴性的法则 或者阴性的力量 所以 大家都追求什么成功啦 险学啦 有时候那个背后 默默支持你的 默默掌控你的 那个才是 啊 最后会得到胜利的 人 事物 嗯 三个半年 我们还有2360人 你们 明天是周五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又休假了 是不是 这个春夏过得如何 嗯 怎么说呢 现在 土星也逆行了 然后 水星也逆行了 所以一定记得 我一个朋友 他是做编辑的 他这两天在脸书上就哀嚎 他说 他有一篇700字的稿子 活生生的在他面前 因为当机消失 就在他还没有存下来 正要存的前一刻 所以那700个字不见了 他要重写 我就说 啊是水腻了啊 他说 蛤蛤 腻了吗 我说 蛤啊 腻了啊 因为现在是阴影期 等同于你 所以他就说 崩溃 我说赶快存 我说我是写十个字 就会存下来的人 好 老师那么晚还直播 不甘寂寞嘛 你就跟大家聊一聊 哈哈哈哈 好 好 熟 服务也没有休息 电脑最近真的怪怪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嗯 现在太阳还在牡羊座 对不对 嗯 你都不晓得这个文明社会 还有这么不文明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 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珍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自由 包括我们的 平安 平静 好 手机摔在地上 算不算水泥 算 迷路也算 然后 跟人说话 说个六个都说不听也算 嗯 你一定会嘟到说不听的 你也会遇到表错情 你也会遇到会错意 好 所以自己也要当心 嗯 随时存档才是乖宝宝 好 我刚买了新的电脑用的很顺 我跟你讲 因为是水逆 所以反而就是这种 电脑电器 或者是手机交易量都会变大 很妙 就偏偏在这种时候 不管你有沒有坏掉 你就会想买新的 你超级想买新的 或者这段时间会开始换手机 我的刘海是我自己剪的 你看 不整齐 因为我用那个这样 我想说剪个参差不齐 就真的很不齐 我现在不敢剪齐了 因为我如果剪齐它会非常的短 好 老师的台语很冷凳 对啊 我小时候巷子里长大的 那巷子里面隔壁阿姨 叔叔伯伯 都是讲台语 所以我台语就买 你知道吗 尤其是去牙齐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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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 独爱 杜魏 老师 可是avo 旁边 我自己又毅 我沒叫菜 好 天怎麼這麼準 你是說買手機買電腦這些事嗎 你會很想買啊 真的超響的 然後你灌軟體就會灌到死 然後就一直當機這樣 然後或者是你摸索到抓狂 所以你知道有時候 嗯 也許是 也許是 事情變成一個麻煩 比如說電腦壞掉 害你必須要一直搞它 另外一個是 你自己去搞了一個麻煩來 你去弄了一個電腦來 這樣 所以你就把自己搞得快瘋掉 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好 那土星逆行呢 還記不記得 嗯 土逆當然就會帶我們回顧過去 回顧過去的什麼呢 回顧過去的土星 所以你知道土星也代表大師 土星的含義就是非常兩極化 兩種人歸土星館 一種就是非常高層 那些管理階層的人 他們可能是大師 他們可能是 嗯 嗯 領導者 或者是 名人 形象好的人 有地位 有身份的人 另外一種就是很底層的 比如說工人 然後 修橋鋪路 很辛苦的 並不代表說 他們是 沒有身份 而是 他們是那種靠勞力 呃 呃 孜孜不倦的付出 過得很辛苦 可能很辛苦 但收穫不多的 那一群人 這也是土星在管的 就是所謂的命苦的 辛苦的人 哦 所以呃 在上位的權位 權位者 跟在下位的辛苦的人 都歸土星在管 因此當土星逆行的時候 這兩種人就會入我們的眼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會緬懷過去的某一些大師 或者是某一個老人家表現得很出色 又重新被你看見 或者是以前的文學家 為什麼要講文學家 因為土星在射手啊 射手就是跟文學跟文化有關係 所以搞文化的 或搞文學的 搞出版的 這一些文人 有名有姓的大家 大師很可能都會 重新的出現在江湖 啊 或我們會討論到他 或他的書會被我們提起 啊 所以最近你去翻翻金庸的武俠小說吧 啊 一定 你也會覺得很有feel 這樣子 我記得我去年好像在土星逆行前戲 好像有 嗯 有做過 好像那時候有做過書的直播 好 書的直播 最近就比較沒有了 哎 讀書是一件就是要定下心來的事情 好 嗯 啊 最近死了兩位大師 鄭問 是嗎 鄭問 鄭問是摩羯作業 鄭問 因為 他大我幾歲而已 好像幾歲 我忘記了 反正 差我沒幾歲了 六七歲吧 然後 我 高中的時候也畫漫畫 那 所以我很關注 跟漫畫有關的很多訊息 他真的是一個大師 他那個時候的話 已經把我們都嚇死了 他是一個沒有過程的人 他直接跳上去就是畫得這麼好 你知道有時候 像首總之從日本那個漫畫家 你把他早年的什麼火之鳥 什麼的 找出來看 你就還看到小孩的筆觸 對不對 不是那麼純熟 畫技是慢慢的演變 但鄭問就是屬於科班出生 他是父親美工出生的 他一下子就畫得很好 然後故事什麼都俱佳 所以後來也到日本發展得了獎 對是台灣聚光喔 然後為人又很低調 然後就是 而且聽說就是一個 呃 什麼都會玩到頂 然後玩到頂了就不玩了 因為他就覺得沒有意思了 根本就是一個頑童來著 太厲害的人都這樣 我 是不是也應該這樣一下 才顯示我很厲害 這樣 呵呵呵 熬夜了 嗯 看一下 原本的15分鐘乘2 蛤 我講了半個小時了嗎 欸 真的耶 我講了那麼久了 好啦 那 喔 手總是劇情取勝 我相信 那個 鄭問是超強的 好 嗯 怎麼說呢 你們問我的問題 我可以選擇要打或不打 好嗎 請不要認為你打了我就一定要打 嗯 有些東西我沒有感覺 或我不想回答 嗯 沒有沒有 繼續 呵呵呵呵 我知道了 你們都不想睡覺 你們都在滑手機 然後 嗯 我覺得這樣的陪伴也是不錯的啦 喔 三更半夜 兩千個人 開心 嗯 這個直播算快閃直播吧 我等一下就會把它蓋起來 所以 三更半夜 大家陪我 我已經很高興了 嘖 好 四點睡 慢慢聊 喔 網beauty就是要任性 是吧 我們就是任性的網美 是這樣子嗎 想聽老師說話 對啊 謝謝你們耶 你們真的是 嗯 我可以感覺的出來 就是最愛我的數量 大概就是兩千多個人 好 那但是平常 呃 白天大家還醒著 這也有一些四五千個人 都是 都是很愛我的 可以跟上來太好了 說到土膩 好 Pin Pin說了我看一下 前年醞釀 喔 我是不是有叫大家回憶一下去年 四到八月 去年四到八月也是土膩啊 也是土性戀性 我自己 我跟你講啊 你們一定要寫 大事記 你不用寫日記 因為日記很瑣碎 你應該寫大事記 比如說幾月到幾月 發生了什麼事情 幾月到幾月 我認識了誰 可能做一件很特別的事 那件事是什麼 你把它寫下來 這樣我們去回溯的時候 你才有所根本 我記得我去年的四到八月 是忙死了 因為我在大陸 多接了兩個節目 那兩個節目 都跟你簽一季 一季就是三個月 就是剛好在六七八三個月 那就是在土膩的期間 這樣子 那我接這兩個節目呢 一個是去北京 然後做什麼 偶像就是要降神 那他是安排了四個大神 這四個大神各有特色 一個叫李英和老師 他是兩性專家 他是真的一個學者 在大學是性學權威 一個很特別的女性 他是學者 然後一個是橫竖法師 一個是我 橫竖法師就是 以佛學的觀點 然後我是以西洋的觀點 然後又有一個奇葩的 非洲女王 他是真的有去非洲部落 生活過的一個北京大媽 然後我們四個神呢 就是來審問可能那個 當就是大陸的偶像 那這一集當然是偶像做主角 然後我們四個就扮演 各種觀點的一種奇怪的 引起話題的節目切入點這樣子 然後是在網路上播出 那我就我就去做這個嘗試了 我很願意 那當然這個東西一寄過後 他就沒有第二季了 那但是在那個時候 他花了我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我壓力很大 因為他跟我以前做的 所有節目都不一樣 我的角度我的身份 都是重新切入的 就是在那段時間 所以我現在回頭過來 我為什麼會提醒大家 就是在這個土星逆行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被迫 被迫去面對 我們不是那麼擅長 我們很害怕的地方 比如說我很害怕什麼 我當然就是很害怕 我在電視上的表現 沒有梗啊對不對 不夠優秀 被別人比下去 我怎麼去跟那麼多人競爭 然後展露頭角 我會不會呃 呈現了台灣人軟趴趴的一面 然後就被那些北京人給鬥倒了 我當然也會很擔心自己沒有競爭性 這就是我的害怕 然後在那段時間 我就要去面對我的害怕 然後呢 一年過去 我就會跟我經紀人聊 我說 哎呀真不知道去年做這個節目幹什麼 就是錢也不是多賺多少 我也不是為了錢 我是去為了開發市場啊 那到底有沒有開發呢 好樣也沒有啊 對不對 我經紀人說 你可別這麼說 你有一些機會是從那邊來的 有人是看了這個 然後認識了你 然後就來找哦 我說哦是哦 OK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 這件事情後面會帶來什麼 雖然他看起來像是徒勞無功 所以我拿我的個人經驗跟大家聊一聊 在這段期間 如果你有什麼想試的就去試 你要去挑戰你生命中害怕的事情 你可能不熟悉 但是 嗯 沒關係 就去嘗試看看 不會損失嘛 試的好 就跟你闖出一片天 試不好 好 東西擺在那裡 它是一個credit 它是你的一個經歷 它是你履歷表上的一個紀錄 怎麼說它都是有價值的 更不要說你可能突破了你自己的一個難關 很多好處只有你自己心裡明白 好 嗯 老師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很敬業 嗯 所以我壓力很大啊 所以我才會吃很多 然後搞到自己爆肥 其實都是壓力使然 聽著深夜廣播 每次挑戰都失敗 沒關係啊 誰說挑戰一定要成功 挑戰失敗就挑戰失敗嘛 難道我沒有挑戰失敗過嗎 嗯 就比如說那個節目做了一季就一季啊 我也不覺得我表現得很好 嗯 但是我試過了 我試過了 嗯 老師天生 立直 皮膚 陳怡你還不睡覺幹什麼 深夜半夜自己直播完來看我直播 真閒 我沒有天生立直 我靠燈光 好不好 靠鏡頭燈光 嗯 有人說 懷念康熙來了 哦 對呀 過去的時代已經不會再回來了 所以各位不要緬懷好不好 好 嗯 雙子最近桃花怎麼那麼好 哎呦哎呦哎呦 雙子射手都不錯呀 嗯 所以你們去死好嗎 哈哈 桃花那麼好幹嘛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金牛天蠍應該也不錯 嗯 金牛天蠍 原來是燈光 哈哈哈哈 好啦我不能再怒吃了 我最近已經開始減量了 然後我即將要邁向就是 哦 慢慢要減肥當中 還沒有到大張旗鼓啦 呃 我的聲音頻率讓你們很舒服嗎 好啊那你就開著 然後 聽睡覺好不好 哈哈 我的經紀人什麼星座啊 他天秤座 嗯 天秤座 外表都是很隨和的樣子 外表 外表 嗯 看起來這樣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但其實我覺得他們有個性 不好相處 誘人你也來了 還叫我快睡 啊 三更半夜不睡覺 還敢叫我快睡 哈哈 誘人有一個新節目耶 叫鳥人秀 嗯 因為誘人也算是我的小老弟 他模仿我 然後我們又一起直播 有一點革命情感 大家支持他一下 11點半 呃 TBBS 每周還是每天啊 寫一下寫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齁 書會是 當老師的Fan 不要逼我笑 我不能亂笑 笑顴骨 皺紋 都會出現 好不好 嗯 好的 謝謝你們 哦 對 我的皮膚還不錯啦 我的皮膚還不錯 但是不要問我怎麼保養的 因為你們聽了會氣死 好 我沒什麼保養 我甚至 我只擦沒有說 我用南橋肥皂洗臉 有啦 我有擦不錯的保養品 但是也不是那麼勤快 什麼每天敷八片面膜的那一種 所以 自覺 沒有什麼資格教大家 這種東西 哦 有人說以為我的經紀人是摩羯 因為覺得他很嚴厲 是不是 我告訴你他守護星在摩羯 這樣知道了嗎 他的上升星座的守護星在摩羯 太陽星座的守護星在摩羯 所以就是 明明長得是天平 但他的土相星座非常強 所以他的能力很強 這樣子 然後的確有點嚴厲 然後有一點 有一點無趣 我三星半夜直播他是不知道的 他如果知道他就會抓狂 他就會說 你 你 你有說了什麼 我說我沒說什麼啊 我都說我沒說什麼 有時候如果第二天不小心變新聞 他就知道我說了什麼 呵呵呵呵 哦 守護星怎麼看 守護星就是 這是摩羯學的基礎知識 好不好 比如說 雙子座的人 守護星就是水星 那你的水星如果落到射手座 OK 那你的 守護星就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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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 和 處女的水星都不會落到射手 所以我在講什麼 如果水星落到獅子 那麼你的守護星就是獅子座 這樣知道嗎 齁 好 好啦 我不要再多講了 好玩樂 謝謝你們 好 還有看到了老朋友 突破了45分鐘 我講了三倍 我的媽啊 你們 半夜不睡覺 好 趕快去睡 趕快去睡 趕快去刷牙洗臉 齁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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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